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先跟大家講講孟晚舟事件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孟晚舟終於回到我們中國了 但是今次這個回國的事件裏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發生 就是慢慢回到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中國的時間 其實加拿大的兩個Michael,都是被遣返回加拿大 是形成了一個非常之強烈的對比 很明顯,加拿大是為選票,我們中國是為人民 一眼就可以看串,一眼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呢?因為有很多的偵測和相關領導人的行徑 就會知道什麼是做表面 什麼是真正將人民放在心裏面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個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了 首先我們就非常之開心了 我們的其實是香港人來的 中國香港人的孟晚舟 終於回到我們中國了 現在在深圳那裏 就要進行14加7的隔離日子 因為它在加拿大回到我們中國裏面 我們規定,防疫的條例規定 它一定是要進行隔離的 不隔離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也不想有任何的新冠病菌 傳入我們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這個政策和加拿大的政策 都是一個強烈對比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首先要知道 就是孟晚舟是清白之身 回到我們中國 因為它沒有認過任何的罪行 而美國和加拿大也沒有辦法將它入罪 所以才要放人 所以我們的孟晚舟是一個清白之身 無罪案的人士 但是康明海和他另一個Michael 就是兩個Michael 其實是被遣返回到加拿大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他們的判刑的話 康明海和Michael 其中一個人已經被判刑 另一個人是罪成尚未判刑 相信在10月份的時候也會被判刑 其中一個人士被判刑11年 並且遣返回加拿大的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強烈對比 因為兩個人都是大罪之身 加拿大籍的兩個人都是大罪之身 而我們的孟晚舟是清白之身 這件事大家都需要清晰地知道 這次事件裏面 陪同的人士都是成為一個強烈對比 為什麼呢 因為孟晚舟回回我們中國 其實就是由中國大使館的人員 去機場 拜拜 送行 送行 送他上飛機 就回來中國 完成了整件事 但是 加拿大那方面是怎樣呢 加拿大那方面 是由他們的領事館 大使館的大使 是陪同押他們回回加拿大 為什麼呢 因為怕他們亂說話 怕他們把不應該說的話 就說出來 那所以其實 在一個放心程度 大家都知道 是差很遠 我們中國是非常放心 因為所有安排都會做得很好 是吧 但是 加拿大那方面 很明顯是不要放心 如果不是的 那為什麼要大使 都要跟他們走一轉 是吧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 哪些人是身有史 哪些人是非常清白的 這件事情 大家都非常清楚明白 是吧 那跟著 真的真的抵達了之後 抵達了之後 曼曼洲就14加7 是吧 但是問題是 加拿大那兩個Michael 好像不用做任何事情 好像 重要 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有些東西是放在面上 有些東西是放在心裡 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說加拿大 加拿大這次大陣仗 加拿大那兩個Michael 回到加拿大之後 就 受到 貴賓式的 歡迎 什麼叫做貴賓式的歡迎 不是受到人民的歡迎 是受到 杜魯多 杜魯多 就是現在加拿大的總理 剛剛選舉搞定了 OK 那他就走了過去 在機場 親自等候這兩個人 下機之後 他走過去 揽頭揽頸 不知搏什麼 是他走過去 抱著兩個Michael 是真的不知搏什麼的 所以 基本上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了 就是說 喂 做什麼事 你為什麼 去抱他們 其實 他是做給他 加拿大的選民看 是 而整件事 在加拿大裡面 所有的電台 電視台 全部都全程直播 那 擁抱志義 親自迎接 好像 將他這件事 就放到 全國最大 那樣 那其實 當然 就是 因為加拿大的杜魯多 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都做不好 難得有一個機會 將兩名加拿大籍的 犯案人士 順利地接回加拿大 其實不是接回 其實我們是中國 第二屆他們出境 驅逐他們出境 那 他接回這兩個人士 之後 他當然要搶一下威 立立功 因為不立功 就不行了 因為他實在在加拿大 那麼久做總理 做官 都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 但是 有人就會說 我看到網上的評論 就說 你看看人家加拿大 多重視他的國民 親自去迎接他兩個 那你再看回我們的 叫做 我們的 馬文周 是不是 好像 是不是 有點不同 兩個Michael 有沒有在電視上面 講些什麼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就是完了就完了 完了就走了 沒有給他任何機會說話 當然 害怕 啊 害怕什麼 一會兒說 喂 我們跟加拿大做了這麼多年的間諜 坐了三年監 現在 現在才是釋放 不是釋放 現在才是釋放 當然他們會釋放 現在才是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總理 做了什麼 那麼久 沒有做過事情 全部都是面上面的事情 那麼久以來 加拿大有沒有主動 是去跟中國說 怎樣談判 怎樣 是 叫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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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全部都是政治操作 是給美國政治操作 所以加拿大從來都沒有主動地去談判這件事 幕後都是由美國去出手 那麼 我們的馬文周又說了些什麼呢 是的 他就有一個的講話出來的 首先一件事就是 在他下機的時間 有非常之多的人 是歡迎他的 那麼 他就在這裡 也都是非常之多謝我們的祖國 因為他有一個公開的講話 那說了些什麼呢 他就說 感謝偉大的祖國和人民 就是我們中國和中國的人民 再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 也都很感謝關注關心他的人 孟晚舟繼續說 自己作為普通的一個公民 遇到這樣的困境 滯留在二國 他向三年 但是 都可以時刻感受到黨 祖國和人民的關愛和溫亂 因為這件事其實 我們整個中國都非常之關注 亦都是替他非常之不值 亦都是非常之 憎恨美國 還有 覺得 嘩 加拿大你狗來的 你真是 聽話過狗喔 不是開玩笑 然後他就說了 習主席關心我們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安危 同樣把他的事情掛在心上 令到他感受非常之深 亦都令到他非常之感動 那這件事其實就可以知道了 孟晚舟都知道我們的習近平主席 是將他記掛著 但是他不是在面上記掛著 他不會走他 抱他一下 然後就不讓他說話 然後送他出去 不好意思 絕對不是 是將他放在心裡 嗯 好了 幫助到這個中國的人民 中國的公民 解決到 一個 冤屈的國際冤屈事情 那 好了 處理完畢這件事 就繼續 去為到我們的國家服務 繼續 憂國憂民 為國為民 幫我們人民解決其他事情 這件事才是一個 為人民服務的領導 領袖 所應該做的事情 而不是 有一件事件 你知道 哇 可以是真的拍照片 拍照片 上網 受人外帶領工 這樣 完全不是 有些事 做了事 不一定要 拿出來 邀功 是不是 孟晚舟事件裏面 就可以顯示得到 其實 西方國家的政治 其實等於一個 邀功的政治 等於一個 Marketing的政治 等於一個 哪一邊 文宣做得好 哪一邊 上鏡 上得勁 的一個政治 就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國家 馬文宙事件裏面 亦都是 他自己的講話裏面 亦都是感謝在事件裏面 所有相關的部門 對他的鼎力支持和幫助 亦都讚揚這些部門 堅定地維護了中國公民和企業的正當權益 他回收了三年 更加明白個人的命運 企業的命運 和國家的命運 是十指相連 祖國是我們的堅強系統 只有祖國繁榮昌盛 企業才可以穩健發展 人民才可以幸福安康 這些全部都是慢慢他深深感受的一件事 當然 黃絲日報是感受不了 因為那個主要原因就是 他們心裏面也都沒有我們的國家 沒有我們的祖國 那他怎麼會感受到這些事情呢 是不是 孟晚舟亦都是坦然 就說作為一名的中國人 他也都是說我 我以祖國為傲 作為一個奮鬥的華為人 他就說他以華為為傲 艱難才可以顯得勇毅 大家都知道華為是怎樣被打壓的呢 怎樣被五眼聯盟 怎樣被美國所打壓的呢 在幾年裏面不斷的打壓 不斷的無理打壓 相信大家都感受得非常之深 他繼續說 所有的挫折和困難 感激和感動 堅守和擔當 都會化作他們 作為前進的動力 和拼搏的勇氣 不斷都為華為賣廣告 可相言之 其實他都以華為為榮 這件事件裏面 我都覺得華為是需要支持的 所以華為手機值得大家擁有 然後孟晚舟繼續強調 就說 堅決擁護到以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 忠於自己的國家熱愛自己的事業 在政府的管理規則下努力發展好企業 為國家和社會貢獻更多 國慶即將來臨 提前祝祖國母親生日快樂 他想說的就是 有五星紅旗的地方 就有信念的燈塔 如果有信念的顏色 那那個顏色一定是中國紅 早前文潔都跟大家說過 在國慶之前 總之就會有很多事情令到大家很開心 當然我那時候是不知道些什麼 你不要問別人跟我說了些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知道 別人告訴我 總之就一定會在國慶之前 有很多的事件值得大家開心 我也都將原句話跟大家說 那是真的在國慶之前 是真的有很多事值得大家開心 孟晚舟這件事件 也是其中的一件事件 在孟晚舟下機之後 演歌完畢之後 再唱一文鐘 紛紛揮舞國旗和高唱歌唱祖國 然後孟晚舟就離開了 接受一個隔離的檢疫 在整件事裏面 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我們的祖國 我們中國的領導人 是真的用心去關顧我們的中國人民 而並不是做一場戲 然後走去擁抱 一場戲 而不是在鏡頭下 一定不會做這些 沒有必要做這些 在鏡頭下 拍到的一定是 第一件事 所有的實況 就是平時的實況 而不是做樣的狀況 我們祖國也沒有怎樣安排領導人去擁抱他 去怎樣攻殼他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很多事情我們做完就做完了 做完又不用消費人家 做完又不用拿威 其實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有十幾億人是需要處理 十幾億人每天都有非常之不同的問題 有非常之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我們祖國的領導人是需要解決問題 而不是作威立福 所以在這個同一個事件裏面 兩個國家的領導人 我們的祖國和加拿大 的表現是真的截然不同 裏面所蘊含著的政治哲學 相信講十天也都講不完 大家不知知不知道她的家人 即孟晚舟的家人有什麼想法動作 因為現在孟晚舟隔離完之後就會和她的家人團聚 而她的妹妹姚安娜也都說 沒有祖國的強大就不會有姐姐的自由 姐姐你永遠是我的榜樣 大家都知道這次事件裏面 我們祖國 我們中國是真的出了非常之大的力 非常之多的力 華為並不是一間國企 而是一間民營的企業 民營的企業裏面發生了這些事件 我們祖國當然是不會自身事外 因為我們的人民是牽涉其中 處理了這麼多年 每日都來來回回地談判 有很多工作需要去處理 這件事件裏面就真的可以顯示到 我們國家是將人民是放在心裏面 而並不是放在面上 相信這件事件已經是告一段落 可能華為的孟晚舟是真的破了一些小財 不過雖然財散 但是人安樂 有一句說話 即是這一句說話來講 我相信真的是前人的智慧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華為是只會更加更加的強大 今集的事件就講到這裏為止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祖國 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以及支持我們的一眾奮鬥的中國人 好嗎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明潔 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